Wolf Media的各位观众 我的各位粉丝听众大家好 我是尹哥 很高兴再次和大家在Wolf Media的平台相见 一直关注我的朋友呢 大概会记得2018年的8月20号 子叶我专门做了一个视频 我说第一个平安的路经所 这个P2P平台会提前退出 这个领域 那么那个时候 路经所正好是在筹备香港上市的事情 很多人说你脑子坏了 第二个 我说在美国上市的威大王 一定会被立案调查 一定会暴雷 很多人说威大王 中国P2P第一平台 怎么有可能暴雷 他跟杭州市的这种方方面面 如此好的关系 怎么有可能被立案调查 今天 昨天2020年的7月4号 威大王爆雷 我还有一个很精准的预测 也是在2018年的8月20号做的 我说2018年P2P 众多平台实际控制人外逃 2019年银行家外逃 2020年众多的公募私募基金经理外逃 也是如此的精准 很多人理解不了 他说 尹克 你一个搞信用卡出身的 只是在一个靠 可能你那个祖上的一些关系 家族的一些关系 靠你娘舅浙江省发改委 常务副主任姚泽町 才做到的一个商业银行的副行长助理 你怎么有如此精准的判断 包括我炒黄金的这一手 我相信就是连Webmedia的平台管理方 他对我很信任 但是我相信他到今天为止都不知道 这个小伙子怎么能够有这一手 我告诉大家 用政治经济学博士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 这个所长 郑介甫先生的话说 我是实战金融家 那么今天我就自己吹嘘一下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花之有效 千金散去还付来 任何一个出身金融业 出身银行业 出身金融服务业的 都有原罪 我们的脚 都是踩进过灰色地带的 只是有的人 踩过了戒 失了脚顶 有的人始终只是在临界点 我就是那个在临界点的人 我有没有羡慕那些踩过戒 没有被挖到 没有被抓到 没有被找到的人 我一点都不羡慕 前面我那句话已经总结了 2018年我进入平安银行 深圳发展银行信用卡部 2019年进入分行营业部 2011年下半年进入分行 杭州分行 2013年成为分行行长助理 交付给零售业务副行长李文豪使用 我是跟杭州众多P2P平台 一起成长过来的 我是跟杭州众多的 这种网商电商一起成长过来的 我的强项不是销售 我的强项不是销售 我的强项是分控 我出了英文差点 我很负责任说 很多的人真的还不如我 曾经众多的P2P平台的实际控制人 在2014年10月向我投来了橄榄枝 南京的钱包网 他通过广东发展银行 杭州分行 零售业务的副行长 王兴言 他花120万人民币年薪勤务 我拒绝了 我最后选择给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去拎包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到今天为止我问信无困 而且我一直认为我的决定都是对的 好 那么我们言归正传 2005年 2008年 杭州的P2P平台 像雨后春笋般一样崛起 P2P是什么呢 就是网络借贷 把普通老百姓的钱通过网络平台借给 那个需要资金的人 最早的时候 杭州 拱树区西湖区 一个写字楼里 只需要15万人民币 就可以成立一个P2P公司 就可以成立一个信息科技公司 我前后投过五家P2P的平台的天使轮 不是因为我看好P2P平台 而是因为哥们儿义气 一个由杭州招商银行出来创业的 一个由杭州新业银行出来创业的 两个由平安银行出去创业的 两个都是我徒弟 还有一个也是原来做小额借贷的 出来创业的 五个平台 我最多投了十万人民币 最少投了五万人民币 而且当他们的被大的平台吞并的时候 我都提早的退出 虽然从中有获利 但是我很明确的说 我获利的是平台的估值 而不是P2P理财投资人的受害的钱 所以我问心无愧 2018年8月20号 杭州P2P平台24个通气人员 其中有11个都集聚到我所居住的Riverwood 所在的一家餐厅 叫河里活 二楼的包厢 其中最有名的拱树区人大代表 香港某个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在吃完这顿饭 他最后一个离开 他打通电话 是由浙江省一个副省长的老公 跟我通的电话 他说尹克 你能帮帮一下 他这个我兄弟 你也我兄弟 我说我知道了 挂完电话 他拿出20万澳币的cash 推到桌上 我推了回去 我告诉他 我尼普萨过江自身难保 后来他和他的几个兄弟 住到了Riverwood 我所居住的那个apartment的周边 把那个周边的那个租房的价格 都上调到了30 都上调了30澳币每一周 我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花之有效 千金上去还付来 我没有占人家一分钱的便宜 他们在福生海鲜酒楼 请我吃一顿 我一定回请一顿 因为2009年 我就跟他很熟 因为他经常带着客户 到我们银行来批贷款 批信用卡 批小额借贷 2010年他因为做杭州临安商会 20来个做这种做小核桃生意的临安人 赚得了第一桶金 不到一周 他就把自己的别克军威换成了宝马武系 他还跟我说 微信里跟我说 兄弟 我换辆车 你方便的话 借我5万人民币 我半年里面还给你 我回复是 我跟你还没到这个关系 杭州为什么那么多平台 像雨后春水一样起来 原因很简单 因为最早的P2P平台的原代码 是由阿里巴巴的几个马农写出来的 当初的时候那套原代码市场价是12万人民币 如果通过我们这些熟悉的人去买9万6 你再到拱树区西湖区去租一个office 半年的租金3万人民币 再买几台电脑就可以 可以成立一家P2P公司 总成本不到15万 很多银行的客户经理 很多银行的出身 很多跟小额借贷公司 有密切往来的客户经理 纷纷离职创业 因为大家都是年轻人 都背负着房贷车贷 甚至还有信用卡贷款 有几个跟我私交很熟的 朋友问我 尹克你方不方便 方便给我投点钱 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兄弟开口 第一次永远不会让别人倒霉 我说很简单 我投5万 我最好的一个徒弟 他创业的平台 准备了30万的启动资金 我投了10万 后来回报确实很高 实话实说 那有人说你那个时候怎么会有钱 因为那个时候 我每天晚上拎着一个空包 到东方威尼斯洗一次澡 回来的时候 这个包里面都是会用 我说的从事金融服务业一定有原罪 一定有原罪 这个我始终是承认的 这个钱始终我是承认的 任何一个从事银行 客户经理都有这种原罪 小的就是超市卡 多的就是回用 这个在这个圈子里很正常 我就把这种钱纷纷投给了兄弟 当然我还在四川投了蔬果 在舟山投了渔船 当然这个都不是在今天聊的范围内 P2P 为什么中国的P2P一定会爆雷 从平安路经所 你不能说平安路经所的风空不强吧 你不能说微带网发展的不好吧 为什么中国的P2P一定会爆雷 很多人讲不清楚 那么今天 尹克就把这些内容 一五一十的给大家讲明白 讲透彻 在中共集权统治下的 今天 杭州 这座金融都市 曾经是北上广深 后来变成北上广深杭 杭州已经成为第五大金融都市 有一些原因是因为阿里巴巴 支付宝 有一些原因是因为网易 更多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P2P的平台 小额借贷平台 包括温州 我再负责任说一下 有人说你为什么要聊这种东西 我再负责责任说一下 不是说P2P的实际控制人都有问题 我举个例子 说明 原来温州一个做实业的企业主 他在没有参与到P2P之前 他的身价是9亿人民币 通过温州某一位领导 温州级的某一位领导 他和一个P2P平台合营 后来选择在香港上市 不到一年半时间 他原来的9亿身家最高的时候 到过14亿 但是他逃离中国大陆的那一刻 他只带出来了三个亿 他说尹克 我是真正的受害者 但是我今天有苦难言 有加难回 妻离子散 好 那么我们以这个为起因 我们把P2P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把它聊透说破 这些视频可能会有很大的冲击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在Wolf Media录制的任何一个视频 哪怕是中共跟中共相关的 我都不设陷阱 我都实话实说 杭州的P2P平台 在成长的初期没有问题 大家都把握了风控 除非有的平台 除非有的平台直接就是我想圈笔钱跑路的 这种平台很少 大家都认为那个时候是风口 是只猪在风口都会被吹上天 好多的平台真的如雨后春笋一样 我身边就有五个人 很多人都跟我说 尹哥 你如此厉害的风控 你对小额借贷 掌握到了如此精准的地步 你应该出去做 你如果出来做 我们给你投钱 我都拒绝了 因为我知道 这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 这本来就是一个伪创业 理由很简单 我从民间吸一个亿人民币 吸进来的成本是巴黎 我算它年化一分 我放出去的年化是一分半 是吧 一个亿 我一年下来 可以从中获得的差价 就是五百万 是吧 十个亿就是五千万 对吧 我拿一千万开工资 我拿五百万租office 我还有三千五百万的利润 这是理论 在中共极权统治下的中国 在中共极权统治下的杭州 我告诉你 绝对让你失望 我太了解 我在金融圈 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跌打滚爬七年 爬得比谁都快 我把事情看得比谁都透 当P2P快要爆雷的时候 江干区公安局的一个主管领导 拱束区一个公安局的一个分局副局长 西湖区一个分管的副局长 告诉众多的平台主 你们到澳洲去找这个人 为什么众多的P2P实际控制人都有澳洲的多年签证 因为他们搞当年搞过一个活动 什么活动呢 就是你到我的平台 做理财 线下理财 50万人民币 我送你澳洲 石天游 所以 众多的P2P的平台的高管 都有澳洲签证 好 这个我也放下不表 我今天先开一个头 因为时间有限 这个东西要聊太久 很简单 前面我提到的拱束区人大代表 香港某个P2P实际控制人 某个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杭州曾经知名的一个P2P实际控制人 他名下的那辆宝马 他早就 当他做P2P以后 他就不开了 他换了一个马萨拉蒂的帕拉梅拉 他换了一个保时捷的帕拉梅拉 他自己开的是帕拉梅拉 他太太 开的是保时捷卡业 他原来那辆宝马武器 就在拱束区公安局的副局长的太太手上 主要是在他手上 备用钥匙 在他自己手上 他的公司还买了四辆奥迪A6 分别被杭州市公安局某一个领导的太太 分别被拱束区公安局某一个领导的太太开走 还有两辆奥迪A6 戳了四把钥匙 放在他的办公室的楼下 拱束区公安局的一些人 过来要开 随时一按就走了 真的 本来是一配二 后来变成一配四 还花了不少钱 我说的都是事实 我承担所有的责任 某年某月某日 他亲自告诉我 他把刷卡记录 购买烟的小票都给我看 某年某夜某日 他接到了拱束区公安局某个主管领导的电话 他说某某某你过来一趟 我在哪个餐厅 他的那个帕拉梅拉开到这个餐厅 首先从车的后备箱里 就拿出一箱的香烟 到这家酒店 首先就是把账单给结 账单一结多少钱 一万七千多人民币 账单先结清 再上楼 到某一个包厢 某个拱束区公安局某个领导 介绍 这位是省某个厅的副厅长 你好你好 一条卵中华 这位是某个去 某个厅公安 公安 浙江省公安厅某个领导 又有一条软中华 握个手 根本就不是去认识人的 就是去送香烟的 就是去买单的 他连一个家座 人家都懒得跟他家 握完手 分好香烟 买完单 他就走了 这一次介绍的人 他只记得 只记得自己跟他握过手 他根本不再记得 这个人是谁 这样的场景 这样的场合 一个月至少三到五次 逢年过节 阮中华都没人收 都没人收 不是1916 就是和天下 香烟是一箱一箱送的 五十条五十条送的 什么原因 这叫保护费 这叫保护费 区里的领导 一个电话 我有个朋友 你看看 方不方便 你弄个两千万 一千万的标 给他放一下 这种事不是没有 一套假的房产证 是吧 假的房产证的三证 一放上去 就是借八百万 两套房子就借走一千万 这一千万还不还得进来 绝对还不进来 我前面提到了 十个亿 的标 他最多能赚到多少钱 五千万 这是理论 还有众多的员工的工资 员工的奖励 员工的福利 市场的营销方案 等等等等 这些我们留到后面再说 好 我是尹克 如果你想知道P2P的实行 杭州P2P为什么连最大最牛逼的平台 在美国上市的平台都会爆雷 请关注我府密店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